今天我们来学习一下这个新字体行书的写法 首先我们看这本书 我们来看一下新字体这个字怎么去写 这个这行第一条规律 这个第二点在中心线上 点数对齐 看点数对齐 点点对齐 点点 偏对齐 这第一个技巧 第二个技巧就是握钩 看与这横对齐 与这竖对齐 与这横起壁对齐 与这个竖则的直划对齐 看与这个竖输壁对齐 与这对齐 第三个 一般情况下 这个握钩要比上边的像这样的中横 或者说横折要偏右 它要向右斩 看一下 我说是中横 或者说是横折的壁画 向右斩 那如果遇到了长横 那么这个形字底 邪小 如果遇到人字头 它要邪小 这个刚才呢 是讲到这个重心线 和这个上下结构 左右收放的问题 那下边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左点 与这个握钩之间 这个点要高一点 它们俩之间 这个距离 要相对小 这就是左急 右松 王立春老师在书发审美与基本计法里边 它是这样来看 它是这样来看南写的心字底 它说心字底的特点 无外乎就两种 左右关系 是通过这个点和数 点点 点数 这样分为左右结构 另外呢 是上下结构 这个上下的关系 重点是把中间 中间的点 给它写高 为什么写高呢 像这些上方有横的 使它上下先接 比较紧错 那如果像这样 遇到下面有数化的 那我们这点 必须要放低一些 这是必让 让这个短数 看 这样穿插过来 好 下面我们开始写这个行书 咱们写行书啊 就写三类 好 我们看这个志向的志 这个横全部要康间走 然后回下鼻 所以这个勾画要挑过来 这两个点呢 这个牵丝要带上去 这样 回下鼻 左弧右硬 那我们再写个字 像这个望 这样子为什么好写呢 因为我们能够找到点 比如说握钩和它对齐 握钩和它对齐 看朝右边斩 把这个点看 放在中间点点对齐 看扎起下个点 这样比较好写 那我们写这个急忙的急 把这个皮尔放在中间 这个横折咱们不要写太大 看扎到它 走 右掌 看到这里 弹起来 压一下 走 那如果说 我们写一个中心的中 那么这时候 我们要把这个 竖画要处理好 看这个抬高 过了第二横写短一些 看走 回下笔 像视频里面出现了两本书 一本是坚强结构去下去 另外一本书 是书法审美与基本技法 这两本书非常好 大家可以在商品出窗里面购买 这个刚才这个上方 都是有横折或者是中横 那我们下边 上面如果有长横的 比如说我们写意念的意义 这横写长 这个日写的扁宽 让这点和上面点对齐 这横长 新的地写小 那如果说我们写个意念的念 偏大打开 都写在中 这个是这个中间的 线上 赶紧把这写小 那下边咱们写下 左上方是左右结构的 看一下 握钩和这个数对齐 左 在中间 这个点 我们可以起高一些 那下一个字 比如说我们写个U 上面要写得紧凑一些 看锁成点 我们让这个点 一定要在书中线上 比如说我们下边再写一个抽 看上方 有些紧凑 把原来这个纳化都做成点 这就是避让 看 看 回下B 好 我们再看一个 怨恨的怨 看这个输完钩 咱们就不要拉太长 点些都 看走 一定要让这个点朝外边 斩 回下B 好 我们再写个字 慈祥的慈 这个上边咱们 左右不要写太大 这地方可以回下B 咱们再写最后一个字 为 所以上方 左右结构 相对要写得紧凑 那如果我们单独 要写个新 咱们怎么写呢 我来写两面 大家看一下 看 再过来 好 咱们再来一遍 太高 然后 回下B 好 咱就讲到这里